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7月11号星期六 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台湾与东非国家索马里兰宣布将互设官方代表处 对此白宫国安会公开表示乐见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也宣布新一轮的对台军售案 并且已提交国会审议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台湾外交部在7月1号宣布 与东非国家索马里兰互设具有官方性质的代表处 分别是台湾代表处以及索马里兰代表处 那么对此白宫的国安会在7月9号晚上 则发出了这个推特上的推文 表示乐见台湾与索马里兰两国的交往 那么在白宫国安会的推文当中是这样说的 乐见台湾在东非有着巨大需求的时候 加强建立关系 台湾在健康教育 科技协助以及更多方面都是绝佳的伙伴 此外美国国务院同时也宣布了新一轮的对台军售案 该军售案是价值6.2亿美元的爱国者三型飞弹的维修 重新认证还有测试的设备以及技术服务 这可以帮助延长飞弹的使用寿命 台湾政府也对此已经表示了感谢 美国的国防部安全合作局新一四也对此发布了声明 声明当中说这项军售提议支持买方也就是台湾 维持现代化其武装力量 并且保持可靠的国防能力 这对美国国家经济以及安全有利 此军售提议将帮助台湾增强其安全 并且协助维持该区域的政治稳定 军事平衡以及经济成长 军售提案将会帮助台湾维持导弹的密度 确保空中行动随时就绪 买方将利用这个军事能力 作为区域威胁的威慑力量 来加强国土的防御 此外美国的美台商业协会 也表示支持这项做法 美台商业协会的会长韩如伯 也在星期五发出了声明 声明当中韩如伯说 台湾的爱国者三型地对空防御系统 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关键角色 保护台湾免受中国人民解放军 以导弹进行实体和政治威胁 跟对这个国家的威吓 美国支持所有台湾合理国防需求 是正确的 无论是新的F-16战机 或升级其他相关装备 中国人民解放军积极现代化其武装 而威胁亚洲的和平与安全 这时刻提醒我们 经常性的对台军售 是美国跟亚太盟友的利益 那么这已经是特朗普政府任的 第七起对台军售 上一次则是在5月20号 美国国务院批准出售给台湾18枚的 MK18重型鱼雷 总价达到了1.8亿美元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一的报道 美国政府星期四宣布对更多涉及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国官员 还有实体进行制裁 美国财政部宣布制裁的中国官员 分别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 前自治区政法委书记朱海伦 自治区副主席兼公安厅党委书记王明山 以及前自治区公安厅党委书记霍刘军 被制裁的实体是新疆自治区公安厅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同一天也发表声明 对上述在新疆侵犯人权的中共官员陈全国 朱海伦王明山等列入制裁名单 取消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入境美国的资格 这些官员与实体涉嫌在新疆严重侵犯人权 包括对维吾尔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进行大规模的任意拘留 还有体罚虐待 新疆维吾尔创业家艾克拜尔·艾塞提 2016年受邀来美国 参加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 他返回中国后却遭到逮捕 被判刑15年 这起事件引起了美国政府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 事件发生后 他在美国当律师的姐姐不断奔走 希望能够集结国际社会的力量 来营救他至今不知被关押在何处的弟弟 我们来看美国之音记者刘恩明的采访报道 热遗憾艾塞提是一名在美国职业的律师 毕业于美国哈佛大学 也是第一位进入哈佛法律学院的维吾尔人 与他一样优秀的弟弟艾克拜尔·艾塞提 目前却被中国政府以煽动民族仇恨 与民族歧视的罪名逮捕 判刑15年 我弟是无辜的 既然政府那边没有拿出一份证据 来说明他犯了这个煽动民族仇恨 和民族歧视的这样一个罪 我请你们马上释放我弟 立刻释放我弟 现年34岁的艾克拜尔·艾塞提 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一名创业家与慈善家 他是新疆知名的社交媒体应用程序 巴科达时的创办人 2016年 艾克拜尔参加了由美国国务院举办的 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 IVLP 来到美国参访 该计划的网站介绍 这是美国国务院首屈一指的专业交流计划 通过短期访问美国 各领域的现任和新兴外国领导人 能够亲身体验美国 并与美国同行建立持久的关系 项目本身 它的注重主要是这个媒体方面 大媒体中 他们挑选了美国之声 还有CNN这两个进行了访问 他来了之后就觉得 这边的这个媒体做得非常好 所以他觉得他能学到很多东西 他特别启动参加这个国际项目 他觉得非常荣幸 艾克拜尔在返回中国之前 答应他的姐姐会带着父母一同来美国 参加他哈佛法学院的毕业典礼 他是3月15号回去了中国 2016年的时候 26号、27号那两天 他跟这个新疆足球协会 还有这个新疆政府 还有这个巴格达士公司 他们举办了一个中国和中亚国家的 一个拳击比赛 也是新疆头一次跟国外举行的一个拳击赛 之后他就也上了CCTV 还有这个新疆电视台 中央电视台也播放了这个节目 然而毕业典礼将至 弟弟艾克拜尔却宛如从地球上消失了 我就感觉有点不对劲 问了父母我要看我弟 他们也拿不成人 就一直哭 也非常害怕 惧怕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们都不敢跟我说 所以我毕业典礼的时候 当所有的学生都有他们的亲戚朋友 为他们祝贺 我没有家人出息 令人非常遗憾的一个事情 热遗憾艾塞提试着经由美国国务院 及美国驻中国大使馆 向中国政府打听弟弟的消息 却如石沉大海音讯全无 当他再一次听到弟弟的消息 却是在将近四年后的2020年 之后我就去了国会 也见了很多参议员 跟他们反映了情况之后 大家都非常的被我弟 这个非常不幸的遭遇 他们都不敢相信 甚至是愤怒 然后他们就给中国大使馆 写了一封信 这封信呢 他们就主要谈到了 美国选择我弟 主要是因为它是一直在政府 跟这个民众之间做一个桥梁 这封由包含克里斯·库恩斯 托德扬在内的七位美国联邦参议员 致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的联名信 说明了艾克拜尔·埃塞提 是参加美国国务院 著名的国际访客领导力计划 九位中国代表团成员之一 也是少数的维吾尔企业家与慈善家 被邀请参加这个非常有名望的 国际专业人才交流项目 但是他返回中国后却被拘留了 没有人知道他目前在哪里 姓默 参议员们表示 任意监禁艾克拜尔·埃塞提 将破坏他为促进中国国内 各民族之间的和平与和谐 所做出的贡献 也对美中之间的长远关系不利 在1月31号的时候 Cris Coons这个三议员就收到了 中国大使馆那边来的信息 说是我弟以煽动民族仇恨和启示 这个罪名被逮捕 现在在监狱服刑 听到这个消息之后 我就根本就不敢相信 之后我又去找了其他的国会成员 然后包括我这个本城市的 CongresswomanEleanor Norton 也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 问他们提供证据 同样他说的就是两行刺 就是我弟以这个煽动民族仇恨 这个罪在服刑 国际特赦组织 在网站上敦促中国政府 立即无条件释放埃克拜尔·埃塞提 并在呼吁所有成员给习近平主席写的情愿信中写道 埃克拜尔·埃塞提在秘密审判中 以煽动民族仇恨与歧视罪名被判刑15年 为了营救弟弟 热义汉将弟弟的遭遇公诸于媒体 并在哈佛校友的帮助下 制作埃克拜尔·埃塞提的网络声援影片 得到广大的回响 85名哈佛校友 从50多个国家 就给中国政府写了一封信 要求他们立即释放我地 因为很多这些哈佛的校友也好 我的同学也好 他们都是也参加过很多这种国际项目 但是他们在自己的职业中一直在发展 反而我地的这个现在的 今天是在监狱 这样一个那么明显的这个差别 这超过80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哈佛校友 在今年6月初的联名信中 也要求中国政府立即停止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进行的各种形式的压迫 尊重维吾尔族公民的尊严和自由 但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政府并未做出任何回应 6月17日 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维吾尔人权政策法案 热遗憾埃塞提呼吁美国政府 一定要彻底执行这个法律 主要策划 这个集中营也好 对这些维吾尔人进行的这些暴行的 主要负责人员的进行的一个制裁 那么任何一个法律 不管你写得再完好 最终它的成功取决于它的执行 所以只有这些调侃能完全的执行之后 我们才能说这个法律是成功的 否则的话只有一个数学的法律 光是根本就不行了 根据美国国务院发布的2019年国别人权报告中指出 中国在新疆强迫拘禁100多万信仰伊斯兰教的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和吉尔吉斯族等少数民族 国务卿蓬佩奥并称中共在新疆的劣迹是个世纪的污点 而报告中也指出 埃克拜尔·埃塞提被判刑15年 目前依然不知被关押在何处 埃塞提的父母亲都是中国共产党员 父亲是政府部门公务员 母亲则是化学副教授 埃克拜尔在为新疆地区种族与社会和谐做出的贡献 曾多次被中国媒体报道 而热一汉个人也曾在2012年举办了第一次 中国与土耳其之间的法律研讨会 为中途的交流做出贡献 热一汉说 如果他们这种堪称是模范公民的家庭都遭受到滥捕和监禁 更不用说其他的维吾尔人了 他们不释放我弟的话 我不会停止的 因为作为律师 作为人本身 我们都是在追求正义 我只能会加大 我拯救我弟的所有的活动 美国基因 刘恩明报道 欧海俄州立大学一名华裔教授被控利用美国的研究资金帮助中国从事科研 他在7月9日出庭受审 法官拒绝保释 美国联邦司法部7月9日宣布 欧海俄州立大学风湿病学教授和研究学者郑颂国是中国政府千人计划的成员 他隐瞒与中国大学的合作关系以及获得中国政府的研究经费的事实 在一项复杂的阴谋中利用美国国家卫生院大约410万美元的研究经费 帮助中国从事风湿病和免疫学领域的研究 司法部表示说郑颂国的行为被美方察觉后试图逃跑 他今年5月22日从阿拉斯加的安卡雷奇准备搭乘一架包机飞回中国 他在机场被捕时随身行李中有两台手提电脑 三部手机 几个USB硬盘 中国房企以及几本家人用过的过期中国护照 司法部说郑颂国5月23日被控一项联邦经费欺诈罪 最高可判处10年监禁 郑颂国9日在联邦法院过堂 法官拒绝保释 郑颂国在押期间 此案的调查继续进行 2017年5月 中国企业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宣布将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小城弗利斯特市 投资4亿1000万美元建设一家纺织厂 并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 然而三年过去了 这一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2017年5月 中国企业山东如意科技集团 宣布将在美国南部阿肯色州的小城弗利斯特市 投资4亿1000万美元建设一家纺织厂 并为当地带来800个就业机会 然而三年过去了 这一承诺至今没有兑现 No, they never hired anyone The plan was that they would come in They would get architects, engineers, construction firms to do the renovation that was necessary Then they were going to have to bring in the equipment And at some time during that process They would begin hiring and training No construction, no renovation was ever done 现任阿肯色州商务部长的迈克普罗斯顿 是如意投资项目的主要牵头人 Their concerns at the time was that they moved That project team to another project in another country As they made some acquisitions of other companies At that point they had a liquidity issue And their access to capital was not what it was When they started the project So obviously they needed the funds to be able to do it And as they were rebuilding the funds to be able to do it Is when we got into the trade war And now into the pandemic where we stand today 弗里斯特市所处的密西西比河三角洲 以棉花等农作物为主要经济支柱 也是美国最贫困的地区之一 这里的人们曾寄希望于如意的纺织厂 能带动起当地棉花价格的上涨 整个产业链的提振 甚至是制造业的复苏 而如今却只剩下了失望 我认为我们是国家 Oakley总部所连接近产生同壮 这个市场出现的大庞 而且这个市场上涨了 地方没有以上发行 没有任何连动 a 克格塞州招商隐私工作的普罗斯顿表示 近两年来的贸易战和新冠疫情 使得美中关系出现变化 影响到两国贸易跟投资 但他依旧支持特朗普总统为平衡美中贸易所做出的努力 也对如意最终履行投资承诺保持乐观 美国之音平章 宁露 华盛顿报道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裁定俄克拉荷马州的一半地区 是美国的原住民保留地 并且推翻了一个部落成员的定罪 因为犯罪地点超出了州刑法的范围 美国最高法院星期四裁定 俄克拉荷马州东部大部分地区人为美国印第安原住民保留地 俄克拉荷马州检察官无权在该地区提起刑事诉讼 最高法院以5比4做出对名为吉西·麦吉特的男子有力的裁决 他在1997年被俄克拉荷马州法院以强奸四岁儿童的罪名定罪 最高法院同意根据穆斯克及克里克国的历史主张 这起事件发生的地点位在保留地超出州政府的管辖范围 保守派大法官戈萨奇加入了四名自由派大法官的裁决 这项裁决让麦吉特免于被判处的1000年徒刑 但他可能面临在联邦法院而不是州法院的新的审判 这项裁决意味着俄克拉荷马州东部大部分地区 首次在法律上被视为保留地 超过180万人居住在该地区 当中包括居住在俄克拉荷马州第二大城市塔尔萨的40万人 罗伯特·米勒是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桑德拉戴奥康纳法学院教授 也是俄克拉荷马州一个印第安部落的成员 他说法院星期四的这项裁决非常令人振奋 米勒说哥萨奇大法官的任命结果 对印第安部落来说具有重要意义 他说这一决定将产生巨大影响 米勒说俄克拉荷马州将做出强烈反应 Oklahoma has claimed there's going to be chaos and that thousands of inmates that are currently in prison will be using this decision to try to get out of jail the Supreme Court majority discounted that they don't really think there's that many cases and we'll just see what happens but I love a phrase that what Justice Gorsuch and the majority wrote that we cannot guess these future implications but we certainly cannot let the possibility of future changes prevent us from saying what the law is today so the court is upholding this 1832 treaty that the Kreek nation signed wi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is holding the United States to those promises 米勒说这对其他部落也将产生长期影响 Other tribes in Oklahoma, my own tribe included are going to read this case and are going to wonder if their original boundaries are still in place so this could lead to all sorts of negotiations maybe other litigation in the future 居住在边境内的部落成员 现在将免于承担某些州义务 例如缴纳州税 而某些被州法院判有罪的美国原住民 可以根据管辖权理由 对自己的定罪提出质疑 美国之音塔伯 华盛顿报道 美国的印第安人 一直有着比其他族群更高的失业率 新冠疫情急起引发的失业 给他们带来了困境 特别是纳瓦霍族保留地的居民们 犹他州与亚利桑那州相连的地方 就是纪念碑谷 它标志性的沙岩地貌 使之成为纳瓦霍保留地 这片美国最大的原住民保留地 皇冠上的宝石 但最近这片公园已空无一人 禁止入内 缺乏收入的当地人在公园门口排着队 渴望得到捐赠的水 食物和清洁用品 乔纳森内兹说 美国政府送来联邦纾困金 要花太长的时间才能送达 纳瓦霍原住民受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重创 遭受了全国最高的发病率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 确诊感染的数量持续增长 但是在这个小型医疗中心 只有一名医生值班 凯伊医生在停车场进行会诊 多利·克兰克的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 我刚才邀请到早上 我感觉不错 我的脑袋开始变得更糟 我的呼吸和呼吸 我们似乎有一个人 这片主权保留地面积 像爱尔兰一样大小 这里的居民至少有30%没有自来水 许多家庭都依赖像这样的公共供水站 阿曼达拉尔森和她的三个孩子 装满了十几个大瓶子的水 拉尔森必须安排适量用水 做饭 洗衣 给孩子洗澡 我会把我的孩子洗澡每两天 但现在这个疫情是在这里 他们在洗澡每天 对我来说是乱扰的 它是缺乱的 我的孩子是痛苦的 新冠疫情也成为这个族群口述历史的挑战 许多世纪以来 美洲印第安人口述历史至关重要 通常是由老人在家庭内部进行知识传播 但是由于老人是罪易感染病毒的群体 因此许多人担心 他们将会失去这种活的记忆 纳瓦霍家庭在唱歌和祈祷 以保护他们的长者 他们待在家里 局限在美国西部这片广阔的土地和开阔的空间 美国精英塔伯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最近几个月 大流行病为美国总统竞选活动 投下前所未见的复杂变数 特朗普和拜登的竞选团队都必须调整策略 依靠技术来筹款 并且与潜在的选民建立联系 自从大流行病破坏了世界各地人们的生活 互联网已成为工作 娱乐和政治活动的生命线 在社交媒体方面 拜登一直在用Instagram和有影响力的社交媒体人进行现场对话 特朗普的竞选阵营 开设了一个每日在线脱口秀风格的广播 里面有主持人和出名的嘉宾 包括特朗普的家族成员 在社交媒体上一度还有广告 这是竞选活动吸引潜在选民的另一个途径 这些广告要求用户提供电子邮件地址 对数码竞选活动来说 这有如黄金 利用潜在支持者的信息 像年龄和性别 竞选团队可以在脸书上 针对特定的受众特征来设计广告 一个支持拜登的团体也在非传统平台上打广告 两个竞选团队都有应用程序 为吸引支持者 特朗普的应用被游戏化 支持者可获得积分 2020年 当许多人把政治当娱乐来消费 竞选活动正试图和潜在选民会面 在哪里会面呢 当然是他们所在的数码世界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报道 防止新冠病毒传播的隔离措施 在许多地区仍然有效 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个保持社交距离的健身房 欢迎来到加利福尼亚州雷东多海滩的健身房 看看健身运动的现况 皮特·萨古森是南湾健身房的业主 他的行业受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严重打击 他说他试过和戴口罩的人 通过Zoom应用一起锻炼 但结果呼吸很困难 因此他的妻子设计了这些塑料的隔间和墙壁 薩普森起初半信半疑 等他看到蓝图后 他马上同意加入 尽管制造这种塑料隔离仓 意味着他的搬起人数会从24个减少到9个 但这么做也许挽救了他的生意 五五南湾健身房是全国三千万个 因大流行病而岌岌可危的小企业之一 薩普森说 在他展望一个不需要社交距离和隔离仓的未来的时候 用创意来解决难题 可能让他度过当前的难关 美国精英记者阿拉巴萨迪华盛顿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